川普就職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与政治走向也受到关注 中国地产名人任志强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都看好川普上任 将为中国带来改革 美国新当家川普就职中国产业名人怎么看 地产大亨任志强连说了好几次改革 看好川普的政策将迫使中国做出改变 包括制度与经济 特朗普对中国改革也许是件好事 因为特朗普会干很多很多和中国作对的事 作对的时候就逼着你去出牌 你得去应对 应对的时候可能就得逼着你改革 我觉得这也许是个机会 它也许可以促进中国加速进行制度性改革和经济改革 星期四川普政府的商务部长罗斯在国会直接点名中国国企近三分之一不盈利 而导致产能过剩以及钢铁铝等产品的倾销 罗斯称看上去很像人工的补贴 而川普政府的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委纳瓦罗 知名著作《致命中国》就是在揭露美中之间的不公平贸易 与中共迫害劳教所奴工赚取的黑利益 中国美国商会民调显示 超过八成在中国的美国企业成员 不满中共的贸易壁垒等限制 高达25%的美国企业计划外迁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 在世界经济论坛上接受访问 他认为中国接下来必须更开放 至于川普之前提出将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45%的关税 美中之间是否会爆发贸易战争 马云日前才在纽约亲自拜会川普 双方互动良好 中国企业名人发声 看好川普上任后的变化 或许效应备受关注 新唐人亚特电视陈真综合报道